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我是第一次來到澳大利亞 也是第一次連續的講這麼多 因為別的福音營一般都是兩個講員 我最多講三堂 四堂 這次在福音營裡是五堂 兩個問題解答 接下來還有兩場的在這陪定步道會 所以我得準備七場不同的內容 還好我們是靠著神的能力 靠著神的恩典 我們等於是在一起來分享 也不是我講 是我們大家一起來 在神的愛裡頭來分享 今天晚上我想等於做一個自我介紹 就是介紹一下我自己 是怎樣從一個無神論者 從一個共產黨員 從一個解放軍的軍工幹部 或者說從一個民運分組 變成一個集團圖 不僅是一種圖 而且我的後半生 用來服侍神 說下來這是一件很奇妙的事 就是我自己都很難理解 如果退回十年去 有人問我說 你將來會不會成為基督徒 我一定會笑一笑 說這是不可能的事 可是時間很無情 我們不知道明天會發生什麼 也不知道明天是福還是禍 真是感謝神的引領 使我這個驕傲的人 這個自以為是的人 自以為能拯救中國人的人 自己能夠謙卑下來 先接受神的拯救 我原來是出生在北京 然後在七八歲的時候 回了河北農村 大概在十七歲的時候 又回到北京 當兵 在北京衣術區當兵 一當當了十幾年 當兵期間我自學 自學馬克思主義 自學其他的一些課程 然後我就考了人民大學的碩士研究生 然後接著轉成博士研究生 一直到八九年夏天 因為六四的事情 沒有來得及答辯 就逃出了海外 在國內呢 我是一個馬克思主義的學者 專門研究 馬克思主義 也搞中國文化 歷史文化的反省 參與寫和商 後來參與民運 沒想到六四之後 能夠逃亡到海外 就是有一種很強的失落感 先是經過香港 然後在香港住了幾天 然後就逃到巴黎 在巴黎 住了半年 然後又到美國的普林斯 從九零年四月 一直到現在我都在美國 我在逃亡 或者海外流亡 這半年多的時間裡 我有兩件事對我來說 對我的人生 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我想我們在座的每一位 也同樣有這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就是 關於人的罪的問題 人性的問題 原來在國內的生活 我們都不注意這些問題 我們只注意批評共產黨的統治 只注意批評別人 批評別人 就是很少來反省 我們自己身上的問題 比方說我們這些搞民運的人 我們在國內都是 好像是精英 要救國救民 要啟蒙 沒想到到了海外以後 我們這些人自己的 那些不好的東西 已經暴露出來了 互相爭鬥 爭權奪勢 在海外流亡 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 可是大家在爭流亡的領導權 當時很吃驚 原來都是換他與共 救國救民 這樣高尚的動機 可是爲什麽到海外一下子就暴露出這麽 這麽狹隘自私的東西 我是個學哲學的人 對這些問題也百思不得情解 只能說人都是這個樣子 人為什麽是這個樣子 難道就沒救了嗎 我當時也沒有好好想過一些事情 只是很失望 所以後來很快我就不參加民運 不參加民運 我就知道昨天的真誠 在天安門也好 在北京也好 那些真誠是真的 不是假的 那麽今天的不忠誠 今天的這個自私也是真的 不是假的 人身上有兩種真誠的東西 一種真誠就是它很高尚 另一種真誠就是它很悲劣 可是人往往是在看別人的時候 都看別人的悲劣的一面 而看自己的時候都是標榜自己高尚的一面 所以當時這件事很困惑我 這些道理我也知道 說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 但是真的臨到你身上的時候 你就覺得很 你說這個變化太快了 幾乎是一夜之間 就從高尚的人變成很悲劣的人 讓人不得不對人是什麽 人的本性是什麽樣子 產生了一個很大的疑問 那麽第二個挑戰呢 在我人生就是生命的問題 或者說死亡的問題 我在流亡期間 我爸爸去世 他去世的時候才57歲 我逃亡之前 最後見他一面 在我們家裡 那個時候我身體還挺好的 但是一年 就是我到了美國普利斯坦以後 他就去世了 這件事對我的打擊也很大 我當時突然沒想到 人生是什麽 為什麽 昨天沒好好的 今天就沒了 所以我想我們在座的每一月 其實都一樣 我想我剛剛談到的這兩個問題 我們人生的兩大挑戰 我們每個人都一樣 不過有時候你沒有想 沒有想不等於它不存在 比方說人的這個罪的問題 生活的好好的 一般不去想 但是實際上每天折磨我們 都是這個罪的問題 所以現在社會說 缺吃少穿啊 這些情況都很少 特別是你到了澳大利亞 和我們在美國 不管怎麼著 都能活下來 都活得不錯 真正折磨我們的 給我們造成人生的痛苦 患難 空虛的 是什麽呢 是人跟人的關係 對不對 父母的 夫妻的 兒女的 朋友之間的 同事之間的 這人與人的關係 是造成我們人生最大傷害的東西 可是人與人的關係 為什麼會傷害人呢 是因為人的罪 是因為人的罪 可是我們都習以為常見怪不怪 我們不去想 大家都覺得 人跟人就是這個樣子了 其實你仔細琢磨一下 你都是人的罪造成的 另外這個是死亡的問題 其實每個人都面臨死亡的問題 我們人生都是幾十年 超過一百歲才能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我們今天活得好好的 一般都不去想明天 但是我們明天的階級都是死 現在醫學很發達 營養品很多 都開始各種各樣的鍛鍊身體 但是你知道 人的死亡率是百分之百 就是沒有 百分之零點一的不死的率都沒有 人都怕死 所以我想我們在座也是一樣 每一位 你將來 你會發現 我們都不存在 再過八十年 我們這屋子 就一個人都沒了 可是這個屋子還在 這些影子還在 這個山當然還在 所以你知道人在世上是什麼 是一眨眼就過去了 但是人這麼多的思慮 有這麼多的 那個那個 恩怨怨 這麼多的情感 這是一個很神奇的事情 我父親死的時候 我就遇到了一個很大的挑戰 我覺得 這是一個很難以相信的事實 我在屋子裡哭了一晚上 第二天 等我清醒過來的時候 我當回想人生的價值 人生的意義 突然覺得很荒誕 突然覺得人生一眨眼就過去了 一眨眼就過去了 那既然一眨眼就過去 這人生有什麼意義呢 如果它是偶然來 偶然去 來去匆匆 我們有什麼意義呢 如果人生的出現和消失 都是無意義的 都是偶然的 那我們在這一瞬間 用追求意義 有什麼意義呢 沒什麼意義 所以我後來發現了 凡是學哲學的人 學得越深 將來就很可能越自殺 越瘋了 那個俄國作家 托爾斯泰在 安娜卡列迪娜裡邊 就說我一句話 他說 當我不思考生活的意義的時候 我活得很有意義 當我一思考生活的意義 我就不得不呼喊上帝 因為人本身是真的沒有意義 你想想 一點意義都沒有 你說那肥皂塊 它飄起來 一個小孩子吹肥皂塊 吹 吹起來了 飄起來了 過一會兒啪爆 對不對 就是那肥皂塊來說 它一點意義都沒有 它自己有什麼意義呢 別人把它吹起來 然後它自己就爆了 它沒有意義 它的意義呢 那我想來想去就覺得 它的意義就在於那個小孩子 欣賞它一會兒 你看看起來啊 你看五光十色的 多漂亮啊 它就爆了 所以我想 人生是不是也是這樣 我活著 對我自己來說 沒什麼意義 可能對別人還有點意義 別人欣賞我一下 或者是上帝 我以後會講到這一點 人生的意義 實際上是造我們的 對它的意義 你說這個化妝有什麼意義 你問它 你說化妝有什麼意義 你問它 你問它半天再回到這裡 你要問它的意義啊 你必須問我 問我們這些造化的人 有什麼意義 因為我們人有時候 我活著就吸力咕嚕的 活得最好的時候 什麼都別想 活得最好的時候 但是呢 這個好是虛假的 你總有一天 你會面對真理的挑戰 就是面對死亡的挑戰 死亡最後是最無情的 它把你一切的虛假 自欺欺人 自我蒙蔽 自我陶醉 把你一切裡面都撕掉 所以在流亡的時候 我遇到這兩個人生最大的問題 我發現很多的哲學家 都考慮過這兩個問題 一個是人性的問題 一個是死亡的問題 但是他們考慮來考慮去 結果是解決不了的 他們給你很多答案 你就去看 古今中外的哲學家 關於人性 他給你很多答案 這個關於死亡 他給你很多研究分析 但是沒有一個人 能解決這兩個問題 他們只會解釋 你們注意這兩個詞 區別很大 一個是解釋 一個是解決 解釋死亡的書 多得不得了 解釋人的罪 人的惡的書 多得不得了 但是解決的一個都沒有 所以我發現 反而那些解釋了天花亂綠的人 他們自己反而自殺了 他們自己反而自殺了 像這個什麼 尼采 是個哲學家 很深刻的 瘋子 最後變成瘋子 你像那個書本華 也是個瘋子 然後你像那個文學家 也是一樣 像托斯泰法年也很慘 你像那個什麼 海明威 什麼 捷克倫敦 什麼 川端康城 什麼 中國的三毛 這些把人生揭示的 最深刻的一些人 全自殺了 所以有人說 有人經常問我 說 你這個基督教信仰 你給我解釋解釋 什麼叫疼 為什麼有這麼多疼呢 為什麼人生這麼多這個 為什麼那麼多那個 為什麼這個 後來我就說 我說信仰 有個喜歡這句話啊 信仰不是用來解釋這些東西 信仰不是用來解釋苦難 解釋人生 信仰是用來幹什麼 是幫助你度過苦難 幫助你度過人生 人生在世不可能沒有苦難 不可能沒有死亡 所以當時我沒有 我還沒有這個信仰 所以當時我還是陷入困惑 那種哲學家的那種困惑 這種困惑我想 我現在回頭看啊 如果我當時繼續這麼下去 我會瘋了 或者我會自殺 因為人呢 越想得深 越痛苦 有一句名言嘛 叫智慧是痛苦的 這個痛苦到最後我會自殺 真的是感謝上帝 他那個時候呢 就用一種辦法來救我 你知道人呢 自己呀到死都想不到 尋求拯救 真是這樣 上帝聯名我 就把一批人 放在我們周圍 中間 就是一批基督徒 這批基督徒呢 平時你看不出 他們有什麼幫助給你 可是當你需要的時候 他們就來了 有一次 有一次 有一個年輕的基督徒 學生 跟我們這些民運分子說 說你晚上 參加我們的活動吧 我們當時也不懂事什麼活動 以為就是開個派對啊 後來我們大家就說 好 去吧 反正那幫我們都是民運的流氓分子 都沒事幹 我說去 結果到晚上去了一看 他們結果幹嘛呢 唱詩啊 讀經啊 禱告啊 我們就忍耐著 過度過了這一晚上 結果回到家 我們就記得 我們幾個人住在一個房子裡 就哈哈大笑 就說 啊這些人呢 真是癡迷孤悟啊 我們文化大革命都經過這些東西了 他們現在還這些東西 唱三尾詩 唱得跟那個文革歌頌毛主席的詩很像 什麼天大地大不如 爹心娘心不如什麼 什麼看見太陽就看見了你 進來的毛主席 而且他們那個讀聖經啊 什麼認罪啊 就跟我們文化大革命那個鬥四批修啊 學毛主席語錄啊 都一樣 他們的查定班 跟我們的學習班一樣 什麼都一樣 什麼都一樣 他們的早報 跟我們的早請示晚會報 也行 哈哈哈哈 我就覺得 有幾個作家 來接我們 結果大家誰都不去 都推出我有事 我當時就心腸軟 我說誰也不去 挺不好意思的 這麼老遠的開個大麵包車來接我們 結果我就說我代表大家去 我就代表大家去 多去了幾次 結果我對那種形式也很反感 真的說實話 這種形式因為一朝被蛇咬 十年怕幾個生命 我們上過當受過騙 我們把我們的靈魂 真誠的靈魂 交給過一個 交給過一個我們所崇拜的 我們上當的 你現在再讓我們把靈魂交出去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不可能的事情 但是呢 我不喜歡這種形式 但是我對那種氣氛很喜歡 你知道什麼氣氛呢 就是大家在一起很 沒有隔膜 歡歡喜喜 雖然我看不起他們 唱歌的時候 拍著手跺著腳 像小孩子一樣 都是國師啊 國師後啊 都變成那個樣子 我當時就是 我現在就是 覺得很不可思議啊 但是呢 這個潛意識裡面很喜歡 情感上很喜歡 覺得像他們這麼過才快啊 我當時你知道 我被那個死亡的陰影 被這個 民運的那些孤心鬥角 被人的罪性所包圍著 我的心總是灰暗的 可是我一到那小屋子裡面 就覺得明亮 覺得那一批人真好 無私真誠 一見如故 他們的眼睛裡面都畫著光 就是那種特別真誠的光 特別單純的 你可以說他傻乎乎的那種光 就看著你 他不像我們那些民運分子的眼神 一個個都是老胡勝算 就覺得他們生不可測 那這些 有很多也是大陸來的 有台灣來的 有香港來的